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我知道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问题 所以我特地带来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台湾问题怎么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最近有美国高官声称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并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两岸来说 我们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作为骨肉同胞 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同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对此规定的很明确 如果出现了违反该法的情况 我们必须一线依法行事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 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 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之所以同美国谈台湾问题 是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人民有权问 为什么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大谈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却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 不尊重中国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为什么一边要求中方 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一边却长期违反 817公报 向台湾授武 一边口口声声地说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一边却暗地里制定了 摧毁台湾的计划 台湾分裂与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台海和平稳定的真实威胁 是台独分裂势力 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 真正的护栏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海风平浪静 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 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 本意 恪守对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 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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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